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級論證》 港股繼續陷入回調格局 恒指在19,700點 上日跌至18,200點的水平 短短兩星期調整的幅度已經跌至1,500點 上日更向下殺重牛 見到重貨區18,200點至18,300點的收回區域牛證已經被強制收回 見到投資者 見到市跌了這麼多資質 紛紛都是選擇趁低吸納豪倉為主 如果牛證方面 大家選擇的位置放了防守位在18,000點整數關口位置 如果大家想避開收回風險 又中線看好港股 不妨留意我們2800營賦基金的扣卵選擇 25171 25171這隻營賦基金扣卵 行使價在22.5 都其一去到明年2月尾 實際槓桿給8倍流上 如果營賦基金有機會去到上升參考價20元左右 這隻25171的營賦基金扣卵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 並持有一個星期 給到的潛在升幅可以去到8成流上 雖然指數陷入回調格局 上日見到資金算是炒股不炒市 部分個股 特別是與芯片相關 受到資金追捧 例如這隻981中芯國際 981自從內地有消息 公佈內地銀行投資 針對半導體產業的專項基金 國家大基金三期後 消息一出後 981的走勢相對硬正 最近都在10天線 20天線附近整固 上日表現都不錯 升超過4% 不過暫時就在17元附近 繼續遇到阻力 如果大家認為981中芯國際金轉有機會向上突破的話 都可以留意中芯國際選擇23356 23356這隻中芯國際行使價19.8附近 多期一去到11月尾 實際槓桿給到4倍多 接近5倍 假如中芯有機會向上突破 甚至去到上升參考價18元附近的話 這隻23356的981國際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 並且持有一個星期 給到潛在升幅可以去到4成幾樓上